如果他做的某些事适合你 你说他是好的 而如果他做的某些事是你不喜欢的 你便说他是不好的 那就是你的修行所趋了 经由浪费你的时间注意其他某人 是不会成就任何事情的 你有机会在这里修行 是因为你在老师的指导下生活 他获得你在一个水准上 因此你应该完全奉献自己于修行 在修行之时 你必须依赖一位导师来指导和劝告你 1.当你一了解时就要去实行 一旦老师指导过后 你就遵循指导的方针走 如果你了解修行 如果你了解修行 不再需要老师来教导你时 就自己开始就自己开始修行 2.不论散乱或恶的德性 何时升起 自己要知道 自己要教导自己 心是觉知者 是证人 你的心十分矛盾 或只有些许努力 心自己知道 无论你哪里人有缺失 试着就在那点上下功夫 自己要加紧努力 你也许想去云游 想去参访其他的老师 以及尝试其他的方法 这是很自己的欲望 你会发现 问了一千个问题 和再多方法的认识 你最后会感到厌倦 你会了解 唯有停下来审视你自己的心 才可以发觉 佛陀的教导 无需向外寻求 最后 你仍必须回来面对 你必须训练自己 而且必须从各方面来训练自己 别只是依赖你的老师 朋友或团体 不然你永远无法变得有智慧 聆听教导后 赶紧去修行 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佛法也不是光打坐研究 这是基本 终点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摆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另一些要被屠杀的众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生协会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生园区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啊 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生园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 流浪狗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 台湾救狗协会 讲到观善帝君 每年的六月二十四号一定会下雨 下午一定会下雨 这有两段因缘 一段因缘是关羽的前世 各位都听过了 他是一个地方上的龙王 老百姓种田都要水 所以要拜龙王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平常都不祭天的 甚至造了一些恶业 得罪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最在乎人家 要孝顺父母的 然后玉皇大帝就 下令三年不下雨 那个老百姓就苦了 然后呢不准任何地方神明 帮助老百姓 他们要惩罚 玉皇大帝要惩罚 谁来帮助 谁斩头 所以老百姓怎么拜 都没有用 拜天神 拜龙 雨神 拜土地公 怎么也不下雨 但是很多老百姓 也去拜龙王 龙王知道了 这不下雨怎么办呢 他就跑去跟河神说 河神 我每天来这边 吸很多水 帮老百姓撒农田 你们能水给我 河神说我不敢 但是如果你要偷 当做我不知道 河神也不敢得罪 这只龙王天天晚上去 吸很多水 老百姓睡觉 他就把整个农田 撒得湿湿的 经过几个月 哇 农田 肥沃 很多 到粮就长起来了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 被裔皇大帝查出来 裔皇大帝就 要把这个龙王 调到天上 斩头 事实上龙王早就知道 他一定会被斩头的 但是为了老百姓 他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菩萨的心态 菩萨内心里面为了别人 他心里是伤心的 但是生命可能会死 他必须孤独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被调到天庭以后 大家都叫他不要去 龙王说 我还是要去的 这是我应该要接受的 结果一王大帝把他的头斩掉 丢到河边 让老百姓看 谁敢违反我的命令 结果那时候有一个出家人 用两个大水缸把他龙头装起来 为他念山归一 所以后来他投胎 下一次就是关羽了 所以每年的六月二十四 一定会下雨 第一个就代表 关羽过去做龙王的时候 为老百姓被斩头都希望 世间有甘露 第二个关于最忌讳众生造恶业 特别杀生邪淫 所以这个世间只要有人在杀生邪淫 这个观神帝君就流眼泪 慈悲的眼泪 要来消除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恶业 所以我想做一个圣者菩萨 都有这种悲天命人 为众生牺牲的精神 但是就算牺牲 也会来继续轮回的 继续的帮助众生 我想各位这个故事都熟啊 不过我们纪念 潜兰菩萨观羽 要纪念了他这种精神 能够一心一意为别人 为众生 为牺牲 在孤独里面帮助众生 所以他头被斩掉了 后来做观羽又被斩掉了 就这样做一个有福报的鬼 像地方神 轮回好几世 但是那时候没有正的空性 他想说身体头被斩开了 哎呀这下怎么办 后来碰到了天台智者大师 他以鬼神之身 护持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给他讲明了空性 让他发菩提心 成为今天的切兰菩萨守护佛教 文诸公 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广为宣传 所以任何的神明 我所知道的包括土地公 都是希望大家不要杀生 放生 孝顺 这样老百姓信徒才有福报 不然的话你杀生来祭祀 所以那这些动物的苦要怎么办 所以愿我们今天的功德 会向所有因为被为了要祭祀 为了要结婚 为了动物实验 甚至而被屠杀的所有的动物 部分大小的尸身化身 蟑螂蚂蚁蚊蚊子 也所有的因为造业而生病 受苦轮回的众生 为此而生起这个 难忍平等的大悲心 而发起了决心 要成佛的普利心 而此精进的来持戒修行